我们有一点点感应 有一点点的发喜 就错认了 以为自己跟尖叫相应了 这叫大错特错 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我 这些大臣的话 要从这个点来讲起 大臣法你看看 金刚经上所说 六族会能大死 在这一步经开悟 所以这步经的名气也就大了 跟着人起来了 佛教经典几千步 没人知道 金刚经人都知道 金刚经的确是好 这一步经在佛教 无论哪一宗哪一派 没有不学的 必修可 为什么 便于观想 重要的原理原则都在这里 学大臣 这个障碍就大了 障碍不在外面 在你自己本身 你听讲 有这四种障碍 你听不懂 你就研究有这四种障碍 你也研究不出个道理出来 那这四样 谁能放下 放下就正过了 小臣出国 大臣出信菩萨 不能放下 也应当把它淡化 你淡化一分 你就能得一分利益 淡化十分 你就能得十分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